字幕提供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说法距离力争 在上个礼拜 FBI公布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形式 提醒公众的注意 尤其现在AI技术 已经是可以说是 比我们想象之中的话 先进多了 AI可以改变声音 AI可以拼图 AI可以制成视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最近已经有犯罪子囤 采用AI来进行勒索行为 根据FBI公布的话 他说用AI合成的这种defeat 这种的话 已经是可以透过 网上的照片视频来换脸 换脸的话 他现在的话是针对儿童的 这类案子越来越多 他们这些犯罪分子 往往的话就是在Facebook Instagram里边的话将这些年轻未成年的小孩子的照片的话下载 以后再使用一些色情的照片 以后儿童色情照片也好 这种各种的色情照片 移发节目的变成了小孩子的裸照 以后他知道小孩子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后他们就开始发短信 跟小孩子说 我掌握了你的色情照片 以后如果我可以将这个照片的话 发给你父母 让大家知道你的裸照 然后他在威胁之下 他会叫小孩子 继续拍一些照片 色情照片来给他 或者是他会用这个部分要求付钱 拿钱给我 我就不发布出去 很多小孩子因为没有社会经验 遇到这种情形 以为这个事情不想让自己的这些色情照片 其实是合成的 以后涂光 他就还是按照这些犯罪分子的指示 将自己的裸照 色情照片 画面拍录下来 发给他 没想到越陷越深 或者是他要求你要给钱 有的时候小孩子满着父母 以后不断的要钱 同时或者是 这个不断的生活在恐惧之中 担心自己的裸照 什么时候会被曝光 被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同学看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sextortion这种的话 用色情照片来勒索 或者是骚扰的话 现在的话已经是越来越多 就是根据目前来说 FBI说在2023年今年4月份为止的话 已经发现的话 这种的话 针对青少年的用色情合成的色情照片视频 来勒索的案件的话 曾被增加 曾被增加 所以他们现在的话 一方面要求这些小孩子 汇钱或者是用GIF卡来 以后同时的话 他不断的威胁小孩子 传送色情照片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怎么样防范 FBI他说要几点的话 要提醒家长的 第一要知道小孩子网上的一些信息 同时的话 在要提醒小孩子 将自己的照片 或者自己的任何的东西 上传到网站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纸 以后的话里边 有没有人要不能够尽量不要公开 因为毕竟的话 这些照片都可能会被别人下载来变成合成的东西 同时的话 你自己不断的 也可以在网上稍查一下 你自己小孩子的个人资料 看看小孩子在Facebook 在Instagram里边的话 有没有任何一些披露自己隐私的 好像自己上学的学校 上课家里的地址这些东西 同时的话 要求小孩子的话 要注意隐私这部分的设计 以后不要让公众 你可以在朋友之间限制 来看你们的posting 同时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单子以后 家长应该学会 用反查图片的方式 因为现在照片的话 你知道这个照片是小孩子的 你可以将这照片的话 放到Google里面去反查一下子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网站 将你小孩子的照片的话 post上去 所以这一单子有post上去的话 待会我教你的话 怎么样子的话 能够将这些东西拿下来 当然这个部分提醒小孩子 你要接受别人的邀请 或者是别人要求请你 家伙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他们这些背景 不认识的人尽量不要加 同时的话 在很多时候的话 如果你要注意的话 小孩子有没有突然间 突然要钱的 突然间的话 他的情绪有低落 这个部分也是很有可能 已经是受到了威胁 受到了勒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要跟小孩子保持畅通 知道他们的 不单只要知道小孩子在网上的活动 还更要注意到 他们在网上有没有受到压力 以后经常要check the message 要看一下手机 要看这部分 所以要非常小心这部分 当然的话就是说要加强 对他们社交网站上网的话 这种不要让嗨客嗨进去 所以最重要的话 现在经常使用的话 这种的话 两次好像你要手机发短信了 才能够上网 这种方法要加强的密码的管理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有关于 如果你自己发现的假孩子 或者是以前的这些照片的话 不再在网上发生的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有一个网站叫take down 这个take down这个网站要求 因为这方面的话就是说 牵扯到儿童色情照片 或者是这些照片 有可能是自己的小孩子 在网上已经广泉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因为这个部分 这个是属于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就是全美失踪儿童网路 这部分的话 他们有跟Facebook 有跟TikTok 有跟Instagram 还有这些色情网站都有合作 只要你将这些照片的话 在这个网站take it down 这个网站里面求助 他们都会想办法将这些色情照片的话 全部下载去删除 并且的话 如果你认为有人 有人 骗了小孩子的这种照片以后 或者是有人来用传递儿童色情照片 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的话 透过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来举报 这两个网站的话 我都会在网上的话 在我们这个视频的内容里面的话 会放出给大家 大家可以到这个两个网站里面来举报 其实这个Google Facebook Yahoo 这些提供电子邮箱的这些机构 他每隔10到15分钟都会自动扫描 自己的你的邮件 看里面的话 邮件有没有任何儿童色情照片 以后 因为就像这个take it down的部分的话 已经将这些有可能设置的儿童色情照片的 这些这些视频照片已经传给了这些扫描器 他们一旦只发现的话 有这些类童 因为任何一张照片的话 他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特征 这叫做hash hash里面的话 它是一个标签一样的 所以你使用这个标签 他不是除了他查内容了 他会查这个标签 有可能的话 这个标签里面的这些照片 以后放到其他这个色情网站里面去 这种情形的话 他们电子邮件 Gmail Yahoo 这些的话 都会自动扫描 扫描发现的话 你附的邮件里面 有这些儿童色情照片 他马上会报告警察 还有在FBI 让他们继续来追查 所以提醒大家的话 这个部分保护好自己小孩子的安全 至关重要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